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外務副會長李鋒琦 以個人名義 受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 為副校長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 他根本不明白法律 在他旁邊鼓吹他的人 亦都不明白法律 到底什麼才叫公眾利益 在法律上 不是公眾有興趣的就牽涉公眾利益 校長是一個法學院院長 會否稱呼做副校長 一個私人的升遷問題 所以跟這些公眾利益無關 所以保密協議在這個情況下是生效的 所以是不可以摧毀的 違反的 公眾知情權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那你口頭承諾都是一個承諾 他是在挑戰自己的人格 就說你加入一個校委會 他本身是一個保密協議 他自己已經違反了保密協議 無論在法律上或者道德上都不應該 我們都會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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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